在创业的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以下几个问题 找不到好的人才,找到的好人才却留不住 为什么合伙生意总是无法长久 我对员工这么复苏,员工却自行创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经营公司这么多年,公司却还是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陈万宁 在我28岁时,拿出了30万元与几位合伙人创立的人生中的第一家公司 由于创业之初,并未签订任何合伙文字契约 也没有签订股东之间如何退场的机制 我用12年的时间,将公司的营业规模增长了10倍 当我12年后要离开公司时,拿回的股金同样是30万元 这是我到了人生40岁时才学到的第一堂股权入门课 有句话说,老板永远是孤独的 从我们一出生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学校好像没有一门课程是在教你如何当好一位老板 而绝大部分的企业家,包含企业家二代 都是在开始创业或者接掌加业时 才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位称职的老板 在当今瞬喜万变的社会当中 360行应该没有一行不会遇到竞争 我在这些年来探访了超过200位以上的企业老板 明显的发现到大部分的企业组对于他们的行业非常专业 但对于如何经营好一家企业 或者如何让一家公司稳定且持续的成长 心里却一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想要寻求答案 这些问题其中包括了 一家公司创立之初 该如何做好完整的规划与准备 合伙的事业到底能不能做 如何用最有效率的资金来成立一家公司 如何找到好人才 并且让他愿意留在你的团队一起打拼 要如何看懂公司的三大财务报表 并且从数据中找出问题 如何让员工发挥良好的绩效 我该用什么样的制度来激励他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该如何善用网络行销发展我的生意 遇到合伙人与员工的问题时 我该如何用劳基法公司法的相关条文来妥善处理 当我要开放部分股权募资或找寻合伙人时 要如何计算一家公司的估值 我的生意还不错 但公司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在公司就没人赚钱 要如何打造企业团队 让公司成为一台会赚钱的自驾车 这些其实都只是创业过程中 大部分企业家会遇到的共性问题 而各家企业也都还会遇到各种 复杂且不同的个性化问题 相信各位老板们每天 永远都有解决不完的事物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你每天被种种种种的创业问题困扰着你时 每天盲目不堪 甚至于焦头烂额 时间却比你想象中过得飞快 很多的机会错过的不再 很多事情不能再重来 也因此我把19年的时间 成立了8家公司 所累积的经验与法则 包含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写在了这本创头新法一书当中 希望能帮助各位老板们 在创业的路上 减少一些走冤枉路的时间与成本 快速的找到你事业上正面临的关键问题 并且得到解决方案 相信大家在创业的路上都有一个念想 希望透过自己一番的努力 能拥有更好的人生与自我价值 我希望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彼此 帮助彼此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赶快点击下面的链接 立即报名我在全省举办的新宿分享会 只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可以分享给您四个找到好人才 并留住人才的解决方案 合伙生意要注意的六个关键问题 让公司成为自驾车的四个行动计划 我们清楚分享会见